各位在我身后这辆车呢 是i8也是宝马小跑车了 但我个人说实话 因为之前在加拿大跟朋友试过这车 很多人都说它其实在跑车里面 不算是一个特别标准的 另外呢 出实性是一般的 价格稍微有点贵 在温哥华的时候 这辆车呢 是给很多有钱的人定制的 不是说它这个价格上很贵 因为真正喜欢跑车的人 是不会买这辆车的 因为它不具备 它有点像很奇怪的一个定位 就是什么都不像 我啥都不说了 在我身后是汽车厂商Wii Wii 在大街上现在见的是越来越多了 它对面呢 就是林肯 我在这边要说一下 说实心里话 这个标志呢 跟那个林肯是有点像的 但是他们正好 跑上的展区呢 正好是对着干的 所以就说明了 国产车呢 是愿意跟这个国际大牌呢 针锋相对一下 或者说对抗一下 这位它呢 出了一款新车 叫VV6 这款车呢 虽然很遗憾 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 就是供电的 但是它也有碎的电车 我们先看一下这款新车 然后在看之前呢 我要正式承认这款我身后的概念车呢 实话说有点像那个 模仿什么丰田啊 本田啊 但是咱国产这个车呢 做起概念车 真的不至于他们的那个技术 而且外观也特别漂亮 如果说这车卖 很多人会疯抢 但是它是概念车 这辆车呢 这辆车呢刚刚看了一下售价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它这个车低配呢已经接近30万了 如果你买个稍微高费已经超过可能32万左右 它是一款油电混合动力 但是充电的这个续航我没有拿好信息 这是一款很新的车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一辆非常豪华的车里边 可以看到是真皮座椅是吧 摸一下 对真皮座椅 这倒是真皮 真皮 这个换档也非常特殊 刚才也看到了这种转啊这样的 还有什么优点 哇全景天窗 怎么样 喜欢吗 我觉得还行 空间怎么样 空间其实够大的 空间特别大 然后前边 这儿可以接三个手机都没有问题了 随便充电啊对吧 这边还有个屏幕 感觉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整体这个功能比较单一 但说句实话 开车你还想要什么功能 不就是过去了吗 空调都有了 然后说一下这个车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这前面这个按键啊 搬起来这个时候啊 就感觉巨声音 这边也是 我觉得搬久了之后 你的手指会有点除茧的感觉 功能绝对不说特别小 绝对够用 你还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 然后就看到前面这塑料很廉价是吧 那个地方 塑料我感觉 对老师安批那样塑料 然后这个 这边这个 看似是碳纤维的设计 其实是塑料 也是仿 你看这个窝里嘛 这个面 对那个面 感觉在超市 就感觉跟在超市买的塑料勺子一样 这种材质 但是呢花又说回来了 这辆车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整个这个车呢 只卖八万九万嘛 是吧 只卖九万 只卖九万人民币 你还想怎么着啊你 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说实话 这钱还是挺值的 买不买买不买 我不买 为什么呀 八万多 这个感觉有点太塑料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开得起 然后撞不起 对 一撞点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我身后呢 是我在加拿大 在北美的时候 一直不太喜欢的那种车型 但很多女生特别喜欢 它是mini cooper 然后很多 我在出国之前 别人老说 cooper cooper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后来发现原来是这样的车 今天呢 这边有一个 女生说一定要讲解 然后我就找她 谁要讲啊 谁要讲这个车啊 跑了 首先mini cooper呢 在这个车的车型里面 它说一个比较 比较小小 但是这个小小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没有得到太大的优势 但是同时呢 带来对开车的司机的 这种体验呢 是比较比较差的 如果说你是smart 你一个车位能停两个 咱提起可以 但这个车呢 你一个车位 你还只能停一辆车 但是你又很小 但小你也不知道什么优势 也没有说停车很方便 然后我跟你说 这车的设计方面的东西 我门都不光啊 这是一款敞篷子 这是一款最新的 我之前开过比较旧的啊 但是它呢 经过了这么多年 依旧不改它的这种 可以做到更好 但它一定要做到 让人感受到很无奈 首先我先说一下 方向盘呢 有点大 为什么 这方向盘直接挡点了 已经 所以我要把这个调高 在这儿的话 还OK 但是这个整个的 视觉的空间呢 是相当小的 方向盘你看这个设计 已经到这儿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 而且很多开这个车 都女生 女生不可能这么高吧 是吧 这么高已经顶两个 所以它一般在这儿 在这儿的话 不说 不出车的话 还好 一出个轻飞的 这个airbag没出来 整个粉碎性 骨折鼻子啊 我说这个方向盘 确实有点 有点这个不合理 好 然后把方向盘调到这儿 就解决了我刚刚说的 但是方向盘一逼的话 腿就有点卡住了 OK 然后呢 不合理的地方在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车设计 我们看到这个 依旧是这样的 手动的刹车啊 不是电子的 我特别烦这个 它其实可以 可以做电子的刹车 因为这个东西 本身这个室内空间很小 然后你还有一个这东西 这个很便宜 很便宜 换挡这个还蛮舒服的 这个开起来 比较负合乘客的心理 还有人工体学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底部呢 可以放 放玻璃杯啊 等我拿一个 你拿了 有水了 好 我们这水杯啊 水杯会放在这儿 对吧 大家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吗 我们开车的时候 比如说速度超级快点 我拿水的时候 是有可能碰到这里 你知道吗 我拿水的时候 是碰到这儿的 然后如果放在这边的话 当然是这个人是给那个人 无所谓 但你开车的时候 我觉得任何你取水杯的位置 如果放在这个挡位杆后面的话 它真的是很难受 而且是卡手的 各位 然后呢 大家仔细看 仔细看这个整个车的设计 你手机放哪儿 大家有没有想过 放这儿的话 我要拿的话 是不是要往前探 不过那时候我已经绑了这个 我是不是要往前探 对吧 是很别扭 又又打 所以我觉得在前面放东西 这简直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做法 就不应该在这 开车的正前方 是不允许放东西的 各位 因为一定会当你的视线 我觉得是太合理了 然后呢 可以看到 放手机的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它的造型永远是这种圆润的 什么地方都特别圆 你没地方放的 最多放在这里 你知道放在这里之后是感觉吗 大家知道我每次开mini cooper的感觉就是 怎么着都不舒服 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手机放这儿了 我要取的话 你看我的胳膊 你看我的手 我只能这么取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设计真的不合理 但应该把这个东西呢 这样应该放个平面吧 很自然的把这个放在这里 但这边是放不了的 然后呢 把那个半档呢 因为本身车很小嘛 你应该放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这样对于半 有点小又不至于很小的车来讲 完全可以设计得更加合理 前面的这个内饰 它还是一个圆形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 圆形的话 在任何这种屏幕设计来讲 都会把这个空间给卡掉 一直没有变 一直是这个样子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方案盘 我在开车的时候 这儿是已经挡住它了 所以我只能这么卡 所以多玩眼 它可以设计得更好 但一直没有变 但是它还是有自己的个性的 就是它整个内饰呢 是一种原委主题的 所以女生一定会特别喜欢 但另外我说的 如果开这辆车的话 说实话它不是追求的是一个舒适性 它追求的是一个个性的独特性 当然这辆车呢 售价应该不是特别便宜 到时候问一下多少钱 这个车卖多少钱啊 这个两个颜色 这个31万7千 32万1千8千 32万 这辆车呢是32万1千8各位 我对比大家这些车展30万 几乎是能够买到奥迪的 Q2L那款新车 舒适性不用说了啊 秒杀这个 但是它是敞篷的 尤其是敞篷买 尤其是敞篷买 放了敞篷这个东西 后面放了东西了 所以你去接个机啊什么的 甭响了 所以Mini Cooper呢 是一款非常 张扬你的个性的 弘扬你的个性的 但同时呢 你的驾驶体验一定是特别 一般甚至可以说差 所以大家考虑一下 到底要不要为它花32万 那我来说我 我是不会买的 因为我太壮了 我来说是你做的 这些东西的 我来说是你做的 我来说是你做的 大约的 各位观众我又来了 在我身后呢 我先不说 先说台的捷豹 捷豹在我印象当中 其实在北美来讲呢 它是一个陆府旗下 比较高端的一个系列 说白了就是价格有点高 没想到在国内呢 刚才问一下下国 我有点吃惊了 在我身后呢 是捷豹的i-PACE 当然也不是这次成都 这个车展的主打车 主打车是前面一个 合资的叫做 捷豹 e-PACE 它是跟奇瑞合作的 所以这车呢 一合作怎么着 就特别便宜 只卖20多万 想想20多万买一个捷豹 应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是它一定会写上奇瑞 这辆车呢 不是电的 不是用电的 还是传统的 就是汽油发动机 坐进来之后 就是那一瞬间啊 乍一看 有点捷豹的感觉 但是仔细看了之后呢 就有点low了 毕竟是20多万的车 你20多万买什么车 你家很多国产车 稍微好点也20多万 但是今天让我最最惊讶的事情呢 是之前在北京已经 车展上已经上了的 我从来没想过会这样 在我身后的iPace呢 它的官方指导价只有64万8 然后说白了 它有几个款式啊 刚才有个单的 我不知道怎么列出来 在这儿 在这儿 好 这部参数在这儿 可以看一下啊 官方指导价从64万8起到67万 71万到73万 说白了 这四个 所有的参数呢 都是一样的 我问了一下销售 他说这个除了内饰不一样 其余都一样 所以这个呢 性价比就出来了 我们就说最低款 64万8 当然这64万8呢 已经是扣除过所有的费用了 你要是日后上盘 再买点保险什么的 还是会更贵一点 大概就约莫了70万吧 这辆车的造型 在捷豹里边 SUV里边 算是非常漂亮 我可以说是最漂亮的一款 但是很可惜的是 非常漂亮的内饰 我进不去 我跟那个销售员问了半天 他说我们这次是成都车展 讲的不是主推 不是这个车 是另外一个车 所以进不去很可惜 但是从镜头当中呢 也看到内饰的样子 这款车让我最最开心的地方在于 它是充电的 是纯电的 而且是充满电之后 可以跑500公里 这个我觉得在捷豹上 能达到这个水准 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另外呢 OK这辆车的充电时间呢 在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用它的充电桩 快速充电桩 你可以在40分钟的情况下呢 充满80%的电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0公里 突然增加了400公里 10分钟呢 100公里 因为刚才看宝马的奥迪来着 还是迷迷古本 随便一个车 就是稍微好点上百万 刚刚你也看见了是吧 上百万 这辆车只卖60多万 这是让我特别吃惊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款车的话 如果选捷豹 你选有用的 想选比较就是未来能开得久的 一定要选这种电车 而且性价比挺高 舒适度不知道没进去过 所以我进了这个之后 有点稍许的激动 大家看看车的车外观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